陋氏名 朝代,唐代 作者,刘雨昕 山不再高,有仙则名 水不再深,有龙则灵 似氏陋氏,唯吾得心 台横上皆绿,草色入莲青 谈笑有红如,往来吾白丁 可以调肃琴,月晶晶 无丝竹之乱耳 无暗读之劳行 南阳诸葛卢 西蜀紫云亭 孔紫云,河露之友 羽翼 山不再于高,有了神仙就出名 水不再于深,有了龙就显得有了灵气 这是简陋的房子 只是我品德好,就感觉不到简陋了 台横碧绿,长到台阶上 草色青葱,映入莲钟 到这里谈笑的都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 交往的没有知识浅薄的人 可以弹奏不佳装饰的古琴 阅读佛经 没有奏乐的声音,扰乱双耳 没有官府的公文,使身体劳累 南阳有诸葛亮的草庐 西蜀有杨紫云的亭子 孔子说,有什么简陋的呢? 创作背景 刘雨昕因在任监察御史期间 曾经参加了王淑文的永贞革新 革新失败后 被贬至安徽和周县当一名小小的通判 知县强迫刘雨昕搬了三次家 面积一次比一次小 最后仅是斗士 刘雨昕遂愤然提笔 写下这篇超凡脱俗 情趣高雅的陋氏名 并请人刻上石碑 立在门前 这篇名文容诗文之长 简短而又精粹 情风而又理胜 写的是陋氏 赞美的是德心 因为品德高尚 所以陋氏生光 无陋可言 读起来气象雄浑 朗朗上口 沁人心脾 这篇短文表现的主题就是 通过对陋氏的描绘和歌颂 表达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安平乐道 洁身自好的高尚情操 反映了他不慕富贵高杰清俊的品格 文中 私是陋氏 唯无德心 这句话为本文的中心剧 这句话可以看出作者 陋氏而不陋的根本原因 在于自己本身的品德高尚 厚无私逐之乱耳 无暗毒之劳行 可以看出作者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心态 用南洋诸葛卢 西蜀紫云婷 用各路名人的陋氏 再一次来突出自己的品德高尚 最后借用孔子的画和陋之友 又一次地写出自己的品德高尚 突出了主题 陋氏不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